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美国军舰凭借着奇强大的海军实力,在五大洋上都是横冲直撞,极为霸道的。 说白了,你的拳头翼,怎么说都有理,面对这不对等的实力,多数国家想拦都拦不住,更别提对美国军舰开火。 然而,这个世界上就不缺那些吃了雄心豹子打的国家,我不仅要打你,还要打疼你。 这么一说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几两股特应的伊朗,但是,我们今天要说的还真不是它,而是和美国关系最密切的以色列。 不少人也许会奇怪,怎么总是跟在美国后面的以色列,还有造反的时候,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 当时,仲值冷战最激烈的时候,以色列作为一个中东国家,当时的东西邦阵营都想拉拢,两边都不想得罪它。 并且,彼时其国内战事吃紧,以色列也急需西方世界的大量援助,这让以色列觉得自己的地位相当重要。 于是,就发生了接下来这一幕,一艘美国海军情报侦察船当时正在地中海执行任务,他们无视战机警告,闯入了以色列的敏感海域,并且,出于职责,他们在这片海域上一流就是几个小时。 就这样,以色列一些见不得人的行动,被这艘侦察船看得一清二楚,据称,这些情报当中甚至包含以色列军队扫射战俘的证据。 若是这样,也就不难理解,为何以色列会对这艘盟友军舰打开杀戒了。 为了不让秘密见光,以色列命令附近的战舰直,揭开火,对着这艘美军战舰一顿豪打,造成了起舰上官兵百余人伤亡。 而当时的美国领导层知道此事后,他们的表现极为冷血,为了维护所谓的盟友关系,他们下令击毁着搜满在同胞的几方军舰,并且下达封口令。 任何机构个人都不允许报道,入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章被因素权禁止撰载,或关注后自信联系作者,请上神兵开通白名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